第30題 若要在含鐵的湯匙上鍍銀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老師上課強調過 金屬都是在負極生成 我要鍍上銀長出銀 所以呢銀會在負極長出來 所以鐵湯匙要放在負極讓這裡長出銀 所以選項A鐵湯匙放負極是對的 那麼我們 在這裡的反應如果長出銀的話就是 銀離子得到電子變成銀 而另外一邊的正極就是銀會變成銀離子 所以呢我們選項B說 正極反應式是銀變銀離子也是對的 那麼電鍍液因為含有金屬離子 還有常常會造成重金屬污染 所以電鍍液要好好回收 不可以隨意丟棄也是對的 我們要鍍銀就要裡面含有銀離子 所以我們電鍍液必須含有銀離子 而不是鐵離子 所以選項C呢說電鍍液要含有鐵離子是錯的 需要含有銀離子 第30題問我們說下列迅速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C電鍍液需含有鐵離子 C電鍍液不強行的